接下來呢我們先針對那個標籤 如果你這個標籤你突然覺得 我這個標籤取的名稱不好 我想修改可不可以修改 然後另外呢我這個標籤我不要了 我可不可以把標籤刪掉好不好 來我們先來做一下 首先呢我們先看一下 這有這些標籤 我的筆記沒有那麼少啊 都跑哪裡去了 你就按左上角的三條線 因為我剛才是選手機 我已經塞出標籤有手機的 那我可以按記事 剛才三條線選記事 那一看哇全部又回來了 剛才我先講剛才為什麼我那麼少 是因為我按了三條線選手機 那我手機的標籤目前只有套用到三個 但是那我其他的如果要再列回來 怎麼列就三條線 直接選上面的記事就回來了 好但是呢 我剛才說我要做標籤的編輯 那我要修改怎麼辦呢 三條線 然後這邊底下不是有一個 建立編輯標籤嗎 點一下 然後呢 後面就可以 就有一支筆可以修改 比如說我想要 我想要改成Google相關應用 那我就可以點這個箭頭 然後到前面去 把應用這邊 有時候很難選 好 相關應用 改一改 改完了之後 按最右邊的GoGo就好 改完了 那標籤就改完了 所有套用到其他的 雖然 這裡乍看之下 還是Google應用 但是你點開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寫 Google相關應用 好 因為他的 前面的預覽 他沒有 馬上反應 可是我覺得 這樣子會讓我誤導耶 沒關係 那最簡單的方式 你就是 把這個 來你看喔 我就把這個 從記憶體清掉 清掉 我重新再把Google Keeper叫起來 他就正常了 你看Google相關應用 有沒有 OK 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做刪除 你要那個 那個什麼 你這個 Google相關應用 我不要了 這個 這個標籤不要了 我要刪除 怎麼刪 三條線 建立 編輯標籤 那有人 有的 好像是Android 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 編輯的樣子 你可能要點這裡 OK 好 那點 編輯標籤之後呢 那假設這個標籤 我不要了 我就按比 按比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 有垃圾桶 點一下垃圾桶 他就問你說 你真的要刪除 這個標籤嗎 刪除 好 沒有了 來 我關掉 剛才這個有套用 Google相關應用 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沒有了 就刪除了 可以嗎 好 所以 標籤的建立 我們知道 就是 我只要在上面的 那個 那個打一個名稱 他就會出現建立標籤 就按建立標籤 他就建好了 那 修改 修改就是 左上角三條線 然後選 編輯 建立編輯標籤 有的可能是在這裡寫的編輯 都可以 選了之後 按比 可以直接進去做修改 修改完打鼓鼓 也可以直接去點垃圾桶 直接把它丟掉 就不要了 他會再問你說 你真的要丟掉嗎 你按刪除 他就丟掉了 可以嗎 好 來 這個部分 請各位操作一下 來